我们今天的课程 特别是Focus在 the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那其实很多人对这个东西不是很熟悉 可能对CNN东西可能或许还比较熟悉一点 那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的Focus实际上希望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因为它是在处理这个Sequential跟Time Series Data 序列跟时间序列的资料 那所以跟我们先前在上一次 我们谈那个什么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里面 在谈的概念有点不太一样 那基本上来讲 Convolution其实我们原来在工程上来讲 也是在处理类似像这种时间序列的东西 但是前因后果 其实这里面有些 它那个Time的Dependent 就是那个时间的影响 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它是把它 我们待会还在再review一下那Convolution的概念 那实际上我们也还是可以用Convolution的概念来解决问题 但是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你用这个Convolution的概念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是把开一个sliding window 开一个window 然后你把所有东西lump在一起 然后你去处理那个window里面的一些information 那你全部把它怎么样 全部把它一次的资讯全部抓进来 但这个呢就没有那个什么 我们的时间的那个序列的部分 那个概念的东西在里面 而是抓那个patter 好 那我们如果要用到这个 就是了解它的时间前后关系 或者一个句子 我们有一个sentence里面 那个句子里面的每个字前后之间的关联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顺序在这里面 就是考量这个次序 或者考量这个时间的影响 它的factor的影响 那因为在我们的前面学过这个 Deep neural network 或者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它没有办法去 handle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要先弄懂一件事情 说那这个recurrent的概念是什么 OK 那这是今天我们刚开始要先介绍的 那当后面我们会介绍这个讲解这个例 就是在pythorch 它在实作上的时候它怎么做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了解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先从这边开始 那因为这本powercoin 我还没有实际上真的来讲还没有做 那其实东西蛮多的 那这个要花点时间review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从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从deep learning角度来看的时候 它的algorithm或者是它的那个approach 我们在处理这些sequence data 或者是time search data的时候 我们大概有几种方式 第一个大概就是rn 过去一般的深度学习演算法里面 我们大概就是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的方式 我们来处理 那这包括里面这个long short memory 那这是从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或者simple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里面去延伸出来的 那还有一个叫gated recurrent unit 那这个呢是simplified的一个lstm的一个model 那么后面 我们今天可能来不及讲这些东西 那我这边随便跟大家讲一下 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每次说 这有什么意思吗? pytor deep learning part one 然后part two part three 我每次用这个part 我不用chapter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每次两个多小时 或者是讲只要两个小时时间 你不可能cover那么多东西 那所以呢 我可能就是接下来 比如说针对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能还会有继续后面的这些webinar 就是在这个继续有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比如说lstm跟gru今天可能是来不及讲 那我们后面的话有workshop 我们再用workshop方式来带他在show这些东西 好 那后面这里我们先看呢 rn里面的话 基本上当然是在处理这些序列 或时间序列的这些资料 那在我们待会就今天focus在这里 那除了这个之外 在深度学习的算法里面 deep learning里面 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处理方法 就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 所以reinforcement learning 实际上也是在处理这些问题 比如说像在那个 alphagoal alphagoal里面实际上就是这个 最有名就是他这个DQN 就是deep Q-learning network 那也就是因为deep mind 他们把这个东西apply在这个什么 应用在这个我们这个alphagoal的那个 解决那个下围棋的问题 那所以这个东西变得很热门 那q-learning这个部分实际上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他实际上他在处理过程里面 他是把那个alphagoal实际上他的概念是 就是我每一次只要旗盘上有变化 比如说你的对手弱子 或者是alphagoal的弱子以后 那就像一张影像的东西在这里 所以他利用那个影像 怎么样 他拍一张一张image下来 然后之后怎么样 他去处理一张image 因为他上面的pattern变了 那根据这个东西 他去怎么样 未进去做他那个强化学习 做那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面的那个input data OK 那同样的过去这些起亡其胜的起谱 你看他每一手下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每一手一手 我所谓的每一手一手 就是sequence概念进来的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说time series 时间序列的东西 对不对 每一手每一手 随着时间的变化 他整个盘面的那个pattern一直在变 或者是一个持续性的东西在这里 好那所以呢 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面 实际上他在过去一般 我们在处理这个时间序列资料的时候 或者这个sequence data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是RNC跟reinforcement learning 来处理这个问题 好那第三个comv1d 我们知道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里面 我们上次讲的comv2d部分 实际上他在处理就是一个spatial 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家一个image的东西 我们这个2d的东西在处理 那实际上的话 我们在convolution里面 我上次在解释的时候 我是用一个one dimensional signal 像一个audio signal 像一个什么 像一个声音的这个讯号 或者这个sequence在这里 那音讯东西在这里 那我们在处理它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用一个1d的convolution的概念 那我们知道如果说从audio的这个signal 从一个音讯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一个时间序列资料 OK那为什么一个时间序列资料 我可以用1d composition来处理呢 就是上次我讲的概念 我待会还要再提一下 提一下这个观念 那实际上可以不可以解 可以 但是实际上这comv1d这个解决方式 跟我们待会要讲的rn的方式 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 OK reinforcement learning实际上是另外一个概念 它用到reward概念 那我们实际上在这里用的是一个supervised learning的概念 我们用监督学习演算法的概念来处理 那comv1d呢 实际上来讲它并不能 并不是像我们的rn里面这个recurrent的概念去处理问题 那所以一般来一般说起来 它可以处理 我们工程上基本上过去的rn都是用这个方式 好 那我们待会再解释一下 好 attention attention实际上这个东西蛮新的 那基本上它的架构是一个encoder 跟decoder的架构 那实际上rn本身也是一个encoder decoder的架构 那但是我们比较强调这个部分 那它用的地方 比如像machine的translation 像我们做翻译啦 像imagecaption 比如打个比方来讲 我现在输入我的input进来是一个image 那我能不能去 比如说我最后输出来是一个secret data 这secret data可能在描述说 OK这个里面可能好比说有一个人正在冲浪 好比说这个人正在 比如说做什么事情 遛狗好那我能把它里面这个整个image里面好像把描述出来它这个场景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进来的时候是一张2D的image可是出去的时候输出是一个sequence data OK类似像这些东西呢我们这attention model实际上在处理上它处理到这个会是在我们下个礼拜二 我们的课程里面会谈的attention的概念 好那同样的第五个transformer这个networks OK那我们现在最大概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bird 那这是google的solution OK那像barge这个是facebook 所以蛮新的东西 gpt3这是open AI的solution 那我们基本上呢通常来做这个machine的translation 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从中文翻译成英文或法文翻译成德文 我们这样做你说这些翻译的东西实际上是sequence data to sequence data 对不对 那chatbot我们做这个聊天机器人 那像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我们的现在这个应用非常广 那这这些东西呢实际实际上很可能会取代掉 甚至会可能取代掉我们CN跟RN的部分 那所以呢这个下礼拜我们原始上就是也一样开个头 就是谈一下的attention跟这个transformer networks的架构 让大家了解一下它这个架构实际上是encoder跟decode 在它运作上的话我们怎么去做运作 好大致上先介绍一下好 那就是说后续有机会 我们可能像re-inforce learning 这些东西可能在花时间另外再开workshop 我们再来run这些东西再谈这些东西就可以 好那接下来我们这边很简单的跟大家谈一下这个 就是我们在谈这个convolution概念 工程上来讲conventional的这个approach 我们会用像这种黑盒子blackbox的system 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过嘛 像这样子一个黑盒子的一个系统 就是说我不管这个系统有多复杂 它是highly linear的一个system 那我要在做modeling的时候 我知道这用goven equation去写好 那这非常复杂的一个架构 那可能算出来结果通常那个 最后我做这个prediction出来这个 这个结果通常都不准 那于是呢我们学工程的人就学了一招 就有一招什么拿一招呢 干脆我量到前面的signal和后面的signal 我用这两个signal modeling总结这一块 那这传织是一个数学函数 那从数学角度来看 在这个time domain里面 我们做convolution的话 就是y0h对x做convolution 那上一次的课程里我特别提到过 那一般在过去 其实到现在也是一样 你在工程上解任何这种问题 我们都可以这样解 OK 那都没有问题 但是问就是 唯一的问题就是performance 并不见得很好 可能到70%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那个最确度 那跟我们现在在AI用的这些 也算能够到99.9%的这个case来讲的话 那个差异是很大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会用AI的approach 来解问题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但是因为AI有时候 我们像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在解的sequence data 我们还用comv1d的概念还是在用 所以我这边稍微再提一下 那它概念是什么呢 假定我现在input signal长得这个样 这个x sub t长得这样 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你现在最后出去的y of t 讲到你变成这个样子 OK 那从我们数学角度来看的时候 那你做convolution的概念是什么 我可能这边中间这个h这个function 长成这个样子 OK 好 那你长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那我说要把这个x of t 跟h去做convolution的时候 你怎么做 你是把这个window 把里面这个我们找出来这个h这个函数呢 你先把flip的意思就是你把反过来 OK 左右反过来 反过来以后呢 它可能变成 它就变成这样了 对不对 那把这个window扣上去 扣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之后呢 开始一对一的计算 如果是连续的讯号的话 analogsignal的话 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做它的那个积分嘛 对不对 两个一对一的位置相乘 然后把它加动起来就做积分 那另外一种做法 如果discrete 它是一个什么 digital的一个signal 它是一个离散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它就是相对的点去算 那算完以后呢 你开始从上去描 描出来这个讯号如果不对的话 就是每一次这边算出来的window开在这里 对不对 你描出来点在这里 然后你开始往右边 你一个delta t 然后你算出来整个一个结果 你开始在delta 现在又描一个点 按照这样的方式 你可能画出来这个讯号跟这个什么 画出来这个图 跟这个yft的讯号并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来调这个h 所以你每次都在调这个h 所以这个h可能是一个linear model 也有可能像那个时候 我在念phd的时候 我用的是ifrfilter ok finite impulse response filter 那个是一个数位讯号处理 我们常用得到的一个 一个信息的一个filter 好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在处理那个问题 我们就调前面的每一个 每一个的参数 那就是那个coefficient部分 weight部分 我们来调那些东西 那一直调到什么东西 调到你这两个做完这个compulsion以后 我得到的东西很接近这个signal 以后 那我们就说这个h我就找到了 原理上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那上次也特别提到 如果你从frequency domain里面做fury transform的话 你这件事实际上就变两个相成吗 那我们从这个什么 从fury角度来看 你做那个body plot以后 你可以计算的gain loss跟fade slack 那实际上你就得到这个h 那你再做inverse fury transform回去 你就得到消息的h 所以你再来 你可以在time domain里面 像这样我们刚刚讲的方式 做convolution 你也可以在frequency domain里面 直接怎么样去找那个 它transfunction的 那个fury transform以后的结果 之后我们做inverse回去 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到消息的h 过去工程上一般的engineering 的conventional approach 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在写问题 好 那像convolutional new network 像那个他们在CNN 就最早的像那个 那个谁 那个Yang Lacoon 就是做那个CNN Lanette那位教授 他实际上就是借用了convolution的这个概念 就是用2D概念来解决问题 好 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这个效果并不好 为什么 刚刚说了 你是把这个window 直接扣到这上面去 那我是不是直接截取 这一段的讯号出来 然后一对一的相成 或者说你直接对他们做积分 那你有没有看到整个讯号 前后的关系 没有 你就只把这个pattern找出来 然后开始去预测 在这个上面会发生 这一点出来 然后之后我移动了以后 然后再还是一样找一个pattern 把这个东西扣上去 然后算出来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个h在这边就像一个filter 它就基本上是一个filter的概念 OK 好 那我们实际上在 我们在AI 我从如果Artificial Intelligence角度来看 我们待会讲AI的概念 实际上就是利用这个filtering的概念 在我们在架构后面的RN的那个部分 好 待会再解释 好 那这个概念大家都有了以后 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RN 对不对 你为什么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采用RN来解决问题 因为很简单 我们先前学这个Deep Neural Networks 或是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s 它没有办法去handle这个sequential data 序列资料没有办法 那个handle 包括什么东西 现在包括我们的一个句子 一个广中文英文的句子 OK 一个sentence OK 这是sequential data time series 所以比如说像股票的 那个股票的那个那个 那个我们的 他的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那些个list的这些一个资料 OK 还有包括什么东西 包括我们现在一个sensor 我如果说摆在一个机台上面 我去那个去去pick up 那个去去去量那些那些个signal OK 好 那那个实际上有time series data 那这都属于sequential data 那我要做modeling的时候 实际上会有会发生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DN跟CN架构 实际上长得是这个样子 我的data进来了 那我最后会有个标准答案 我不管这个是一个分类的问题 还是这是一个回归的问题 Regression model or the classification model 那我中间这个演算法 实际上我在调教的过程里面的话 它等于是怎么样 跟时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好 那一个问题来了 那你这个DNCN的这样子一个架构 我怎么去处理时间序列资料的问题 那我们很可能要这样做 比如说我在时间T0的时候 我可能量到一些data 打个比方来讲 我这个xi里面会有pressure 有time 有那个什么 那个temperature 对不对 还有humidity 我可以有这个压力 对不对 大气压力 我可能有温度 我可能有湿度 我有可能做这些东西 那我最后要去评断一个结果 比如说这样好了 明天会不会下雨 it's rainy day it's rainy or it's sunny 明天到底是晴天 tomorrow is rainy or sunny 可能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分类的问题 对不对 你要预测明天会不会下雨 好 那明天你会不会下雨的一个状况 那取决于可能你今天量测到的东西 make a prediction 好 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你也有可能是预测今天 OK 待会过接下来的时间 好 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这时候我在t0的时候量测到了 那我的时间到t1的时候呢 我会不会量测到一组新的data 会啊 那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去做预测 OK 好 那一样的 那我到t2的时候 我会不会再量测到一组data 我会不会再做预测 可以 那你会发觉到 从这边t0 t1 t2 我有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了 我有一个时间的方向出来了 那我有时间方向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 那我在预测的过程里面 那我只有从这边去预测这里 从这里预测这里 从这里预测这里 可是想想看 在t1的时候 会不会受到t0的影响 比如说以star market来讲 我今天的股价 会不会受到昨天的影响 会啊 我明天的股价 会不会受到今天的影响 会啊 那我今天假定这样 一开盘 我开始做今天的预测 那所有的变化 OK 会不会这些information 会不会实际上 会影响到明天的股价的部分 会啊 那问题是在这里 那我这些information 我怎么样丢到明天去 我怎么把t9的时间的这些information 能够dump给t1 从这里面来看之后 你根本丢不过来嘛 对不对 你这边根本丢不过来 那这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最好有一个 能够从他丢给他 他丢给他的一个机制 好 如果你能够做这么一件事情 那你做了什么 你就建立了这个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的这个model 所以 RN的概念在哪里 RN的概念基本上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过程里面 run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是单单的只是 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做一个prediction而已 OK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就跟convolution一样 对不对 这个也是跟convolution一样 这个跟convolution一样 这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时间里面 所预测得到的一些information 同样丢给他 然后你同时有这个current 这是你current time 跟你previous的这个里面 这个state 前一个状里面的状态 你把这两个当做input进来 然后去做这个prediction 那会不会比较准 应该会比较准 为什么 因为他会有关联性在这里 因为你预测明天的 明天的这些个 这些个 一些这个 会不会下雨 会不会 会不会这个什么 还是晴天 那你要不出门 要不带伞 打一个地方来讲 他们常常就喜欢举这个例子 那是不是都会受到先前的 这些information的影响 会 好 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中间这一块 这RN model 我们要怎么做 OK 我们这样回过头来 这样问一个问题 那AI的这个expert 他们怎么利用这RN model 去 就是怎么去架构这个 recruit neural network 这个model出来 好 那我们回来看一下 我们先介绍一些basic concepts 如果说你没有这些观念的话 我们先简单讲一下 如果有的话 这个我们得复习一下 我们知道 从一个AI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我们通常 不管这是AI的角度 是什么东西 可能intelligent robots 可能就像那个iRobot 那个扫地机器人一样 或者说 你任何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intelligent的那个system 一个智慧型系统 那 如果你把整个launch了以后 那整个的外面部分 外部的环境 就是整个environment 好 那现在一个问题来了 当外部环境里面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 OK 假定一刚开始 你侦测到外面的环境 状态 S0 那你侦测到的S0 是因为你以为是sensor 对不对 你会tap这些讯号 你可能有a lot of sensor sensor network 你撒在外面 OK 你侦测到一些讯号进来 OK 好 那这个时候 这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可能是多个状态在这里 还是跟刚刚一样 对不对 你这些sensor可以量到压力 那个pressure temperature 所有东西 那这个是在所有s0 这个0代表在某一个时间点 OK t 包括t0的时间点 所有这些状态 那根据这个呢 我们怎么样 我们去做 我们要做一个decision making 我们要做一个决策 那在这个decision making的过程里面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来了呢 那我如果做了一个决策以后呢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采取一个行动 行动A0 好 根据这个行动A0 我作用到这个整个环境的时候 环境开始变化了 那是不是会有一个新的状态 变化出来变S1 好 那S1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又侦测到了 那这个时候我会怎么做什么事情 我是不是又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去处理这个问题 好比我现在控制某一个东西 它的温度 OK 或者说我要做一些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什么 就是 接下来我可能要采取某一些行动 比如说像iRobot 他正在那个扫地机的人 在往前面走 OK 突然间侦测到前面有一个障碍物在那里 那他要做什么东西 他可能要开始先 第一件事情他先要减速 对不对 因为本来他是一个等数正在往前走 好 那问题你减速要减速多快 OK 如果他是一个固定的物体的话 那当然这个这个你减速 你只要一个等减速的方式去处理就可以了 那如果前面是一个移动物体 可能是猫一只狗 或者是一个小小朋友 或者是一个球 那这个时候你很可能会做 还有采取很多其他的action在这里面 对不对 所以关键的本身就在于说 状态会一直变 所以他很可能会怎么样 他这不是一个finite state 他可能不是有限状态的一个情况 他可能infinite state 所以我们可能就要画出一个 类似像一个有限状态机的东西出来 OK 好 那因为这个图啊 我先前并没有做出来 还没有画 那我这边简单的讲一下 我用一个白板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OK 开心的 好 我们刚刚讲到的case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来讲 我们现在如果现在的状况 OK 在上面这个地方刚开始 OK 假定是x0的状况 好 那我的状态 我刚开始是initial的一个state OK 那这个initial state发生的时候呢 我可能会怎么样 我可能会接下来 我可以采取三个不同的行动 那这个三个不同的行动呢 它会怎么样 它可以带我到三个不同的state OK 那这三个不同state里面 假定 假定 他 这样好了 我最后的我举个例子吧 可能这样比较容易了解 假定我最后这边有goldstate在这里 OK 我要从这x01到某一个goldstate到一个目标的一个状态 那我要从它过来到这里 那我下定我现在有三个branch OK 我有三个 我可以选择这个option的东西在这里 那问题是这三条很可能三条路 那这三个路径呢 都可以下到这里来 可是呢 这边假定这个是百分之五十 这个是百分之二十 这个是百分之三十 OK 好 假定这个是50%的 这那个什么probability OK 让我可以下到这里下来 那这个呢 假定这边是20% OK 那这个thory OK 好 那这个 这个 这边total加起来 那这一看起来就像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东西在这里 那么假定这样子 我决定了 我采取 准备走这个50这个 那就是说我现在take action OK 我take action以后呢 我走到这边来 假定这个是新的一个状况 叫S1 那走到S1的时候 我可能会怎么样 我可能又有两个 选项出来 OK 好 那这两个选项里面呢 我可能又挑了其中一个 OK 好 按照这样子 我走到这边来的时候 可能我有四个选项 OK 好 那如果按照这样子 一直走走走走走 我 最后会不会到这个go 会 那按照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如果我take 这么一条路 走到这里 再从这里走到这里 好比说这边走到这里 走这条路 到这里 按照这个方式 我一路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下来 最后能够走到go的话 OK 那这个是我选择的整个 我的一个 decision的一个process 对不对 这是我一个决策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在我们这个 AI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我们习惯不叫path 我们知道如果你在去控制的人来讲的话 我们习惯从那个 那个calculus variation 假设从变量微积分里面的话 我们从你找他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函数图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找到一个某个点 要下到我们一个 我们希望到达的某个goal state的时候呢 我们会找一个一个路径嘛 对不对很可能是一个最小能量路径 可能是一个最短的路径 看你怎么去定义它 就是至少它的成本 它的cost是最低的 那我们通常习惯叫做path 在这边我们叫path 我们叫做policy 所以你找到这么一条路径 这条路径实际上 我们习惯叫做policy 那这个policy找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它就像一个什么东西 就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你从S0这个state 到S1 是因为你takeA0这个action 之后呢 那你S1出来的时候 可能又有好几个选项 那这个时候你takeA1这个action 是你进入到S2这个state 按照这个方式一直走走走走走 你很可能追到后面的go state 好 那从纯粹从数学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macro process OK 我们习惯上叫做 也有人叫macro chain 就是macro不练 它的概念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 当我走到这个目前 好比说我走到S1这个state的时候 我利用这个时候的macro的那个property 就是它在这个时候的property 那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讲那个 那个property 那个model OK 那个distribution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几率分布的状况 我如果我采用这个几率分布的这个模型 然后让我帮我做这个decision making的时候 然后我决定采取其中的一个行动 让我到达一个新的一个状态 OK 那实际上这么一个一连串的那个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路径 你刚才看到的那个路径 到哪里去了 你刚才看到这一整个的路径 下来这个路径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我们习惯叫做 Markov decision process OK 好那这个实际上 这个process 下来实际上说穿了什么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在这里 好 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如果我们重回来看的AI agent 那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你S0的状况进来了 我detect到你外面的状况是S0 我采取A0的行动 对不对 然后之后外面状况变成S1 OK S1状况的时候我在这边做Decision Making 然后采取A1的行动 然后让我走到 然后外面情况变成S2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从数学角度来看 实际上它说算就是一个Markov process 那这个整个如果变成一个Decision Making 的一个process 我们就叫Markov decision process OK 好那 基本上它是一个stochastic的一个process 它是一个随机的过程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用的是一个机率的model 我们通常用机率的model 来帮助我们做这个决策 好 那一个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来了 如果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打个比方来讲 如果我用的 我把这个架构改一下 稍微修改一下 比如说 刚刚我们讲的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是做一个一个决策 所以你从一个状态到一个状态 是因为你做了一个Decision Making 然后采取一个行动 你会到另外一个状态 OK 那这里面每一个状态 是不是你都知道它是什么一回事 你都知道 你都很清楚 OK 因为 因为你看得到 OK 你可以 Observe它 可是有时候 我们遇到的状态不是这个 OK 像刚刚讲的 iRobot这种状态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前面有一个灯筋挡到了 对不对 或者说这个 有些东西是 怎么讲 我们Detect到以后 然后我们开始采取某一行动 可是有时候有些状况 是一种所谓在Time Dependent 时间 就是跟时间相关的一些 Uncertainty的problem 一些不确定的问题 打个比方来讲 我要预测明天的股价 我要预测明天会不会下雨 OK 好 那很可能我没有这些足够的资讯 那变成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 那这个既然是不确定性的状况的时候 我怎么去做预测 OK 这些Information很可能根本不够 我有的一些Information 可能来自于什么东西 来自于我计算出来的结果 OK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很可能会是用这样子 底下这样子一个model 打个比方来讲 好比说一刚开始你可以侦测到外面的状态 你知道外面的状态 第一次七尺的开始 一刚开始状态 好 比如说打个比方来讲好了 我举个例子 你可以量测到今天的温度 气温 你可以量测到今天的湿度 temperature humidity 然后那个ambient pressure 就是那个大气压力 OK 你所有这个东西都可以量测到 你可能量测到很多这些 这些个数据 但是一个问题来了 你要去预测明天会不会下雨 那我怎么去预测 好我们先看这边 那我是不是把这些信息丢进来以后 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是不是要把这些信息丢进来 我建立一个model 我去预测明天会不会下雨 那我明天会不会下雨 到明天我就会知道了 可是我在去做预测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prediction的一个结果出来 对不对 好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可是我先前说过 这个价格会怎么样 它跟时间没有关系 那我们只做了这一部分 OK 好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你怎么去 把时间的因素考量进来 OK 那在过去一般我们 如果不用RNN的做法 我们可以用一个东西叫hidden marker model OK 其实不止这个 你可以用那个什么 Kelman filter OK 甚至用那个dynamic activation network OK 那这些实际上都可以来解这些问题 那过去一般我们在 在处理这些时间的 uncertainty的问题的时候 我大概都可以用这些方式解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hidden marker model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它概念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现在装了它进来 我的演算法 OK 可以帮我计算出 某一些information出来 那这个呢 这个h实际上也是一些一个state 就像 就像这边的s1这个state一样 OK 那也就是说你这里面 这是一个algorithm 你进去算 或者是一个function 你可以带进去算 算出来以后呢 你会得到一个 这个什么h1出来 那根据这个 你很可能怎么样 去做估测 estimate OK 明天 好比说 tomorrow is rain or sunny OK 你可以得到一个prediction的结果 那实际上 这个what one prediction 上面还加一个hat 那这个出来的结果呢 是不是可以 跟真实的答案 你明天就会知道结果了 明天会不会下雨 对不对 你可以做一个比较 所以你会有observation 你会有prediction出来 好 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那我们很可能会 接下来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你很可能会用这个hidden 这个实际 因为这个状态啊 实际上是在你计算的过程里面 产生的hidden state 那也就是说 计算过程里面 我看不到它 OK 我看不到这里 不像这边这个s1 你可以从外面量测到 你可以去看到 所以这边这个呢 类似像你在这个 这个用一个演算法 或者一个函数 所以计算出来里面的一个 中间的一个 一个过度 类似像一个 transition的一个state 的东西在那里 好 那一个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今天 我只想拿这个东西 再去做 在下一天的那个prediction的话 那我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 我就把它这个 当作一个input 去predict 什么 就estimate一个 新的hidden state出来 根据这个hidden state 我去判断 再来的这个结果 这outcome会是多少 好 那如果按照这个方式 这一连串过去 其实你从中间这一块来看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 macro process 也是一个macro chain 但是唯一这个二者之间 真的是差异在哪里 差异在 这里面东西是隐藏在里面的 它是hidden state 我们从外面看不到 OK 所以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过去一般AI的expert 他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来解决这个 我们在解决这个什么 times 这个series的问题 时间序列的问题 那这个架构 我们有个名称叫hidden macro model HWM 那实际上用这个也已经可以解问题了 好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 那rn呢 好 我们先在讲rn之前 先讲一下 如果你先前上过 深度学习的课程的时候 你应该看过 这个 这接下来几张投影片 那这边我再 再讲 简单的讲一下 rn里面基本上来讲 它处理sequence 跟time series的data 那你处理data 是什么样的data 第一个 好比说我一个文字的资料 一个document this sentence is a sequence of words ok 那这里面 如果我们把它从一个time series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这是不是t等1 这个t等2 t等3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有个前后关系 ok 它是一个sequential 关系 对不对 它有个次序在那里 好 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所有从这里面字跟字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后面 下礼拜我们会讲attention 跟那个transformer 那个networks 然后再来 下下 就下礼拜的 下礼拜五 我们会讲那个nlp的部分 ok 那实际上nlp的部分 我们到时候就会讲这些观念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都会一次一次在带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在tree sequence data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字跟字之间的观念呢 其实从contact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以sentence这个字来看 从contact 我们上下的观念 关系的话 这个sentence是不是最起码跟this 会有关系 跟the s 会有关系 同样的s 是不是最起码会跟sentence这个字会有关系 跟后面的a有关系 对不对 好 那根据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会有像word embedding ok embranding 这个概念就会进来 我们后续再谈 好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sequential data 那它有什么状况 比如说对一家公司它的那个营运的状况来讲 ok first folder 第二季第二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那这个整个company的那个什么 它的那个 它整个的那个营运的状况 那我 你也可以换另外一个看一个角度看吧 这可能是四家不同的 这个company它的那个start market 它那个start price的一个变化 也有可能 对不对 好 那再来一个audio signal的部分 好那像这些东西 这audient signal一定是四件序列的东西 像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 我们可以用RN来处理的问题 好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这是文字 对不对 那这个实际上来讲 你可以看到数据 这个你也可以看到数据 那文字东西你要怎么处理 ok 你到时候还是要转成数据 你merger data 那怎么转 好 我们到时候我们再看我们看到再说 好那有一个问题来了 我们刚刚一再讲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hidden macro model 那hidden macro model实际上来讲 应该这么讲它不是RN ok 它实际上来讲的话 只是用了中间的hidden state的部分 我们再来怎么样做估测 你去做预测最后的output出来的结果 但是实际 但是我们真正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打个比方来讲 刚刚你看到的先前这个word在这里 ok 我如果要做machine translation 那我是不是要把每一个字 我要把它做一个翻译 翻译以后呢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English sentence 这是英文句子 翻译成French ok 那实际上是从一个序列的东西 要转成另外一个序列的东西 对不对 那你要这个时候 你怎么把它喂进去 然后你怎么 这中间要怎么运算 ok 那这个架构实际上就不是hidden macro model的架构 可是 中间这一块 所有这里面的运作 实际上还是跟hidden macro的状况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呈得出来 它是一个hidden state ok 好 那关键就在这里 我们怎么用这些东西 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好 那我们这样子看 一刚开始的时候 所有东西进来 当然一刚开始最早新来的时候 前面不会有任何的这些一个状态 对不对 你就是一个x0进来以后 然后只有一个h 这个h实际上中间这个东西 这个部分实际上 它是一个 我们常常在实作的时候 就是一个 那个什么neural network的东西在这里 好 待会我会在我们解问题的时候 我把那个图画一下 你就很清楚了 那这个东西进来以后 那我从这边算出去 我可以有一个output 我也可以在那边不输出output 但是我一定会把这个hidden state 它怎么样 当做一个 这个output 把它当做一个什么input 直接给下一个hidden state 所以呢 这是我下一个时间 就是这个current的那个什么input进来 XT假定是我现在这个时间current time的那个input进来 那我是不是要乘上 这个时候我的那个weight ok 好 那之后呢 这个方向这边呢 我又会有previous state 里面的这些 hidden state 里面这些information 会乘上它的weight 这两个东西进来以后 ok 我会计算这里面这个当下的hidden state ok 那这个hidden state算出来以后 either way 我把它输出出去 或者我再把它丢到下一个 往下一个那个什么时间 或者下一个这个什么sequence 里面这个data 再往里面丢 我去计算下一个的这个hidden state 你的information 因为我要靠它 我才要把它去计算output 跟同时计算再来后面的关系 好 那这个这个在修什么东西呢 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决定目前的hidden state状况 我来自两个东西 一个是current input 另外一个是previous的hidden state 我要把这两个东西进来 ok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我们叫recurrent new network 好那实际上 在我们计算的过程里面 这个ht 现在好比说我们做这个ht好了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呢 会等于这个wxt 我说xt就是这个 这个wx就是这个u 好我个人比较习惯写 用w写 所以我写一个wx 所以wx指的是你在current 的状况之下 就是这个u 加上加上什么东西呢 你previous 这个ht-1 这个已经算出来了 然后呢 你这边直接接过来的时候 input进来 给这个 这个 这个new network 连接过来的时候呢 那你会怎么样 你会当做它的input进来 所以你等于相当于两个input 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来 那这边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v实际上就是这边的wh 这个v就是这个wh ok 或者应该这样写的就让你讲 我写wh的t-1 ok 然后乘上ht-1 这个ht-1 就是这个 好再加上 这个当下的一个bios ok 好那这个算出来的结果 这个是不是一个linear model 这是一个linear model 那这个linear model 还要做activation function 那这个时候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做完以后 ok 我才得到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的输出h ok 好 然后这个h实际上 这个ht 再乘上这个w 再加上个bios 然后再做activation function 然后我才会得到这个时候的output 出去 ok 好 那实际上我们并不见得每一次都要输出这个output 出来 打个比方来讲 我们什么时候 又不需要输出这个output呢 待会我们待会就看到 我先举 好比说像 我们有 我们有一个很很 就是经典的题目就是 我们做那个什么 那个imdb imdb里面那个movie review ok 那movie review 每一个review里面 实际上你丢进来的时候 实际上就类似一篇文章 那我丢进来的时候我就要判定这个review 它是一个positive 或是negative的一个 就像一个sentiment analysis 像一个情感分析的一个东西在这里 到底它是一个正面的评论 还是一个负面的评论 那我是不是 这个实际上 这里面这个每个输出实际上都不重要 唯一的重要在哪里 是最后一个输出出去的部分 ok 那它必然是一个binary 一个classifier 为什么 因为就是一个正面0或1 那在那种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就变成一个什么 multiple input 然后呢 最后一个单独的一个single output出去 所以那变成一个many-to-one的一个case ok 好 那现在一个问题回来 我们现在待会待会 我们马上会看这个解释 好 那这边有一个问题来了 从IT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实际上这个model 这里面这个h ok 是从这个ht实际上 之所以产生是来自于当下的current input 再加上previous hidden states 所以呢 我们这整个model 可以简化成这个写法 这是一个像一个finite state machine 一个有线状态机的写法 它的写法怎么写呢 就是我目前输入进来的这个input ok 那这是它的权重 输入进来以后 接下来呢 我还要再加上 这个是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你先前的那previous hidden state 再怎么样 再传给 再传进来 ok 就是这一条路径 好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整个大的model 本来是一直往右边下去 中间这一块实际上是什么 中间这块实际上就是我们整个recurrent的部分 ok 我们的recurrent neural network实际上就是中间这一块 好 那我现在怎么样呢 我用一个 用一个简单的写法 自己到自己 ok 那这个写法就取代了中间这一块 什么叫recurrent 这个就叫recurrent 比如说你把先前的previous state 当做input再未进来计算 目前这个状态 ok 目前的hidden state的这个状态 ok 那这个我们就叫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ok 好 那如果第一次听过这个 听这个东西的话 你可能还会觉得怪怪 那 没有关系 就是有时候我们就做题目 就是我们跑一下那些程式 run 那些东西 然后我们把整个架构再画一次 你就会越来越清楚 他在做什么 好 那接下来后面这里 那这边有一个连结 我们点一下 ok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这个 是 我这边简单讲一下 刚刚的那个 那个图实际上就来自于这里 好 就简单的这个秀一下而已 好 那我又写了那个 是从这里来的 跳回去 好 那整个的架构里面 这是他画的图 但这个图这样画 其实上并不是很好解释 我待会 我待会再重新画过一下 好 那数学式子就在这里 ok 好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数学式子 它的概念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xt 就是我current state 这个ht解释是我的previous部分 这个只是 这个是相对应的权重部分 对不对 加上一个bios 所以我要计算current 我目前的这个hidden state里面的information 我是不是要用 我当下的 跟我先前的 这个hidden state ok 来做运算 好 那这两个运算完以后 这个实际上是activation function 那看你用redu 还是hyperbark 那个tangent 来算 那算完这个结果 那我最后要output出去的时候 得到后面的wide的时候 我是不是还要在 有一层的这个计算 ok 那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linear的东西 然后这是linear model的东西 然后再怎样 再做activation 这就像我们现在讲的neural network 那个neuron的概念 那neuron概念是我们通常一先进来的时候 都先做一个linear model的运算 然后完以后再做activation 要出去之前 会做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的运算 实际上就是这个 所以进来的时候 估测这个hidden state的时候 是用当下的input 跟前面的状态 ok 我们来做估测这个ht 那这个ht 最后如果要做输出的话 有个output出去 那我们就用它来计算 然后得到一个output出去 ok 那这实际上差不多的东西在这里 麻烦你自己看一下 好那这个实际上是从我们 那个什么wikipedia上面来的 好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怎么用 这个东西怎么用 我们先讲一下用的概念 然后呢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里面 我们就有机会 我们看能够讲多少算多少 第一个 这个呢实际上是 我们待会要去跑那个什么 pytorch上面的有一个例子 好那上面那个例子呢 它有一个那个什么 它有一个那个 那个那个 一个一个 一个reference连结 就是这个 好那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连结 好点一下去给大家看一下 过去吧 就跳这里 等一下 好 我刚才有钱拿过来了 好 就这个 那这个呢 实际上就这里面这个图 那这个 这个 这里面 实际上 它 蛮旧的 2015年的东西 好 那这个还是可以review了 我觉得这里面有些东西 他讲的蛮清楚的 你可以看一下 像character level language model 待会我们实际上要run的就是这个case 然后后面这边的话 呃 就是其他的一些个 像你看 shackspier 里面就是saspier 的一个文 文集里面的文章 哈 他丢出来 然后我们去做这个 sequence model的问题 好等等 好这后面这些东西 麻烦你有这个 找个时间看一下 好 那我们回来 那我先讲一下 这边这个 它这个解释 其实这个解释很清楚 所以呢 先前我在上 Test Glow 的课程的时候 我也是用这个 来解释 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最左边这个 好 这边基本上前面部分 把它你们看 好了 它就说 from left to right 好第一个 Vanina mode of processing without RN 最左边这个 one to one的case 实际上 这并不是一个 RN 架构 它说 from fixed size input to fixed size output 所以 image classification 好比说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们做影像分类的时候 比如说 这是一张猫 或者狗 或者这个飞机的照片 我喂进来 那这里面 不管你做几层 convolution layer 你这边做多少 那个什么 这个什么hidden layer 在里面 说那个deep network 东西在这边的运算 那实际上 这个就是这个绿色的区域 好 那这个绿色区域 这个algorithm 算完结果 然后我就判定它到底是 是什么 或者是首写数字 这边是012351789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one to one 你的单独一个input进来 不管是input 你输什么东西进来 最后一个输出出去 OK 那像这样子一个架构 实际上你没有办法处理时间序列的问题 好 那或是这个sequence data的问题 从这个one to many many to one many to many many to many 这个4个case 这个4个实际上是rn的case 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sequence output sequence output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像这个架构构 one to many 就是sequence output 它说 那这边举个例子来讲 image captioning takes an image and output a sentence of words 就是我先进讲的 你这个输入进来是一个image 那我要去做captioning 就是说我要说 就是这上面有一个像那个旁白一个字幕做一个描述 比如说有一个人正在冲浪 那你是把输出一句话出来 对不对 有一个人正在冲浪 像这样子就是一个一个sentence 对不对 一个sequence 一个data出来 好 那你怎么去做出这个 中间这一部分 你有没有看到横向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rn的架构 那所以这个架构基本上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我们可以 我们先前这个它办不到的部分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 sequence input 如果我输入进来是一个sequence data 然后呢 我经过这个rn的架构 然后我可以输出最后一个单译的结果 所以是manitone manitone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呢 它比如说这边讲 sentiment analysis where a given sentence is classified as expression expressing positive or negative sentiment 它的意思就是说 OK我们在做一个情绪分析或者情感分析 就是一个句子 我给你一个句子 我去判断这个它是一个正面的情 正面的这个 positive的一个sentiment 它的这个正面的情绪或者负面的情绪都容易在里面 好那比如说就是我先前讲的 那我们后面有机会看imdb的case 在tensorflow的那个课程里面 我通常是拿 我明天时间要在中方要讲的就要讲这个case 那你在处理的过程里面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句子 那最后你就判定它到底正面还负面的东西 它是那个情绪 所以零或者一嘛 第四个Case里面 它是many to many 它的意思是说sequence input and sequence output 我序列的资料进来 我序列的资料出去了 那这个序列的资料进来 序列的资料出去 比如说我们都说machine translation 我们就机器的就是机器翻译 OK and RN reads a sentence in English and then outputs a sentence in a French 所以我读进来的时候是什么 英文 我说出去是法文 那我们后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那个attention 跟那个什么transformer里面 我们看到不同的解法 OK 那实际上在RN里面 或者LSTM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解这些问题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问题在 那我们到时候 这为什么后面会有的attention 跟那个transformer Nerror的方式来解决 这个machine translation的问题 就在这里 所以 但是 在他们还没出现之前 我们大概都是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就是用这个RN的架构来处理 那基本上如果能够OK的话 其实我们也不见得会得要有attention 但是现在有个趋势是用那个transformer的model 好 第五个case many-to-many sync 就是synchronized 就是同步的意思 sequence input and output 刚刚先前这个many-to-many 它并不是一个同步的状况 比如说你一句英文讲完之后 是不是才开始把它翻译成法文 OK 所以它并不是synchronized状况 在这边的话是synchronized状况 什么这样 什么状况就是我们要同步处理的 比如说video classification where we wish to label each frame of the video 意思就是说现在我的video在这里 我们知道一个视频的东西 或者一个影片在这里 它是一个一个frame在这里 那每一张frame实际上就是相当一个image 那我是不是要去label它 OK 我可能要贴标签 我要做些什么事情 那你在这个label的过程里面 你可能加些什么东西上去 那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就是变成一对一的方式 要同步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OK 那这个就是第五个状况 这也是many-to-many的一个状况 那你就是说从应用上角度来看的时候 从rn的角度 你看实际上差异在哪里 是不是就中间这一块 我不管你是one-to-many many-to-one 或many-to-many 是不是synchronized的状况 你中间这个架构 实际上是不是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讲的hidden marker 的那个架构 对吧 好 那也就是说我可以把这边的information丢进去 那实际上从一个句子也是一样 我前面一个字跟后面这个字 是不是要关联在一起 如果你不关联在一起的话 你是不是单独做这一个 一次一次单独做这个不相关的部分 OK 那实际上这个的话 我们通常从one-hard encoding的方式也可以做 不是不能做 那做出来的效果是不是会比较好 suppose应该做个效果 不会那么好 但是在一般的case来讲 我们会用rn 甚至相关的这些技术 lstm gru 方式来处理 好 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刚刚的部分我们讲的 实际上是我们介绍 整个有关于那个 就是我们做运算的这个整个过程 好 等一下 我看一下有没有要补充 好 OK 先暂时到这里 好 那待会呢 我有一个部分要跟大家介绍的 是这个 OK 我们待会会用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这个 NLP from scratch 然后classify names with a character level rn 那这个例子呢 实际上你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 好 我们一般的话 我就打一个pytorch rns 你可以像我这样打一个pytorch rns 它跳出来 这个待会我们大家都会用就是会讲解到 那就是这边有一个这个 第二个叫做classify names with a character level rn 就是这个pytorch这个 OK 好 我待会有页面会会先暂停在这里 所以你们待会可以自己上网搜寻一下 好 那因为今天时间不太够 很多东西我其实都都来不及做 好 那这边直接点它一下 跳过来这里 那待会我们可以直接在google colab上面 rn 那也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你去download这个nobush 你可以download这个nobush 下来 好 像我这样download下来 然后呢 在 这里面 我记得我一样的 这个 就是你下载下载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ch rn classification tutorial OK 那你下载下来过程里面的时候 它里面有个data 我秀给大家看一下 好 你可以在云端上面跑 我待会会也会在云端上面跑 我用这里面东西讲 那这里面需要下载一个 一个 download data 这边有个note download data from here OK 你下载下来以后 然后呢 你把它解压缩就是这个data 好 那我们待会呢 我反正就是两个 我这边交替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程式在怎么run 那里面有很多东西要讲 好 那今天原则上大概这个讲完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好 那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家先上去把这个程式抓一下 那就是这个NLP from scratch 这个程式 那你可以直接搜寻的时候 就是直接打这一整个 或者就像我这样打PyTorch RN 跳出来这个就是 好 我们之前讲好了 我们先休息10分钟的时间 待会我们用这个 来回头 回头讲RN 就是 它这个在PyTorch 它是怎么去实作的 然后这边有很多程式 一些东西 今天要花点时间讲 第二件事情就是 它整个架构 它这里面这整个架构 它里面这个 你要怎么去把Data 位置给它 然后这个Data的整个架构 长什么样子 那待会可能还要 我还要再画一下 好 那这边呢 时间是8点27分 好 我们休息10分钟 请大家8点37分的时候 好 这样好 长一点好了 8点40分的时候回来 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刚刚我们讲这个连结嘛 classifying names with character level RN PyTorch 这个 嗯 我们可以直接 在那个google collapse 上面RUN 这个 好 我直接点它 好 这个我直接登入进来 好 那我待会 反正就是这三个 在那边切换来切换去 那有些地方 呃 这边你可以执行 然后后面这边可以做比较 然后我 因为有些 有些东西的话 比如说 你去抓Data 这个Data抓下来的话 suppose应该放在 这里才对 好 那你也可以放在你的云端硬碟里面去 处理这个部分 好 那 prepare the data 好 这可能下来 下来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点问题 这样 这边的话 你可以直接放进来 因为直接放进来 不止掉 你可能要另外 那个 我们要用 那个 google drive 方式去 cloud drive 这边放 这边放 可能会花点时间 好 我们不管 我现在先demo 先讲解 那 呃 原则上的话 就是先把这个整个城市的 基本的架构 跟大家做一介绍 OK MOP 这是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就是我们自然语言处理的意思 那 它基本上从零开始 from scratch 等于从零开始 我们把整个东西 城市整个run一遍 好 那它现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classifying names with a character level rn 它这个实际上是什么东西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这边 这里面有两个reference 在这里 第一个reference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reference 里面我刚刚有提了一下 就是你往下走的时候 这边有个character level 的language model 实际上它就在讲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好 我现在简单用这个图讲一下 待会我们这个还是要 还是要 我还是要画一下 基本上 打个比方来讲 这是我input的 这些 这个 这个 data 的部分 那假定我这个是最后target 最后输出的部分 在这里 好 那这个假定这样 这个是我最后输出的结果 但是这里面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这是 word 这是character 这是一个一个 那个什么 我们的这个 这个字母的部分 对不对 leather在这里 那我这个leather 我怎么能够 丢进去运算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就把它转成是一个vector ok 或者是转成一个index ok 你可以把一个leather to index 我们待会看到leather to index 或者leather to vector ok 那因为它基本上来讲 我们习惯上 在处理的时候 你会把word 去vector ok 把一个word 转成是一个 一个向量 或者是一个 一个坐标 然后怎么样 我们来做处理 那这是 这是另外一个做法 但是现在它把它 再走更低一点 走到 一个 把一个字拆成 一个一个 什么character 变成一个一个字字 字圆出来 然后把每个字圆 对应到一个什么 一个index 然后那个index 再做onehoggy coding 变成一个vector 然后呢 我 为这些资料进去 做处理 所以 待会我们会讲 这个 它在那个程式里面 它怎么办 那你现在把它转换过来的时候 假定这个是 我转换出来的结果 那接下来 我做什么事情 我是把这些 产生的 这些 像vector的东西 我把位进去 那因为实际上 这是一个字 那原来这个字 那这个方向 是不是就类似 像一个time的一个方向 OK 时间 时间的一个方向 那或是一个什么 一个sequential的方向 一个序列的方向 那所以我每次 位进去的时候 那中间这个hidden layer 这实际上 这里面的hidden state 就是我位进去的部分 好那 这个位进去 当然第一次位进去的时候 它前面没有东西 OK 前面没有东西 它就只有我当下的current 这个imput进来 可是我到下一个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就有两个东西进来 我去做运算 对不对 然后这个运算的结果呢 我又可以为你下一个 那如果我要输出的话 我这边再怎么样 再做一个 一个hidden layer的运算 我直接再出去 这边有其他的全种 最后output出来的结果 那这个output出来的结果 很可能会对应到某一个结果 OK 所以这个实际上 这一组东西 所以我算出来结果 那它可能对应到1 或者对应到什么东西去 OK 好 那问题为什么对应到1 因为我们从这里面 它去挑出什么东西出来 挑出一个最大的值出来 那这个可以对应到1 或者对应到什么东西 打个比方来讲 好 那我们待会看它整个架构 整个run 好 那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刚刚我们先前 讲到的这一个 这个 这边东西就是讲这个应用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退回来 好 那在这里呢 一刚开始 他就跟你讲的就是 We will be building and training the basic character level rn to classify words 我们要去做什么 分类这个字 但它问题 它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它在处理过程里面 它想要做的就是 NLP的modeling from scratch 那就是从0开始 从0开始 OK 好 就从打底稿开始 那这边它不要 不想用到什么东西呢 它不想用到一个东西 就是在这个 这个 Torch text Torch text 实际上是 PyTorch里面 它在处理这文字的 相关这些function OK 好 那我们不要 我们就直接去 就是处理这些文字的时候 我们自己去把这一段程式写出来 OK 好 那也就是说 so you can see how preprocessing for NLP modeling works at a low level OK 那因为你是去处理 你把字 你不是处理一个一个 这个word 你就处理那个word 再把那个拆成character OK 以后我们有机会看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把一个字 当作一个 一个token 来处理 好 anyway 我们反正就是学技术 学观念 所以基本上来讲 也就是说 a character level RN reads words as a series of characters OK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在处理 用这个RN处理的时候 就是把一个字拆成一个一个字圆 然后把这每个字圆 当作每一个 那个当下的input 丢进去 OK 那 outputting a prediction 那我最后输出的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我们预测的结果 OK 那hidden state and each state step 那就是说我 output的时候 我会 output两个东西出来 拿两个东西出来 就先前我说给大家看那个 一个是什么东西 OK 嗯 我会开这个 嗯 嗯 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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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们后面这个地方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先前提到一件事情 我们最后输出的时候 实际上来讲 你有单独一个一个输出 可是有一个问题来了 我如果这边是一个character 一个character进来的话 我最后输出会是什么 其实它不是一个word 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们根本不需要输出每一个输出 实际上我们只要输出 最后一个结果就可以了 但是在这边呢 他说给你看 就是我每一个都输出出来 可是最后我做评定的时候 会是最后一个output 最后一个output告诉我说 比如说 因为他现在他现在要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有18个18 different language OK Model Language在这里 OK 我有18种语言在这里 然后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他要从这些个不同的语言里面 他去判定 OK 这个名字 OK 目前这个名字 OK 这个name 他到底是哪一国人的名字 OK 那比如说他是 这是英文的名字 还是这是中文的 这个人是中文 是一个好比说 Chinese 或者他是一个 好比说是某一个国籍的人 那他的这个姓 我怎么从他的名字里面去做判定 好 那但是我要这个名字呢 实际上全部他都把转成是 那个什么unicode的东西 我们现在看不到中文 我们只看到所有东西 就是 比如说 这个人姓 姓什么 姓吴 OK WU 打个比方来讲好了 好 那 那这些名字 那我怎么去判定说 他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OK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国籍的一个 一个姓氏或者名字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那他把它拆解 把这每一个字拿来做拆解 好 那我们看他怎么做 那接下来这部分呢 实际上他告诉你 so specifically we'll change on a few thousand surnames from 18 languages of origin and predict which language a name is from based on spelling 所以呢 spelling基本上来讲就是拼字的嘛 我把一个字拆开来嘛 拆开一个字拆开来以后 把每个字拆开来以后 然后我从spelling里面 从拼字里面去怎么样 去判定 他是这个是哪一个国的 哪一个国家的人 OK 或者这个的名字属于是哪一个国籍的 OK 好 那这里面呢 可能输出的结果 OK 好 那这个很可能 比如说好了 你一个Hinton Professor Hinton Hinton 那很可能 他判定他是Scottish 苏格兰 或是English 英国人 或是Irish 他是爱尔兰 那这里面呢 可能都会有一个算出来的一个字 那看这里面哪个字最大 然后就判定他大概是哪里的 OK 好 类似像这样子一个case 好 那 所以 那接下来呢 后面这边刚开始有recommendation 这个 一些reading 这个东西在这里 好 那这个麻烦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这我就不讲了 那刚刚一个就是刚刚第一个reference 刚刚点过了 第二个reference 这讲LSTM这个networks 可以点它一下 OK 那这个在讲 就是 现在刚开始还是一样 recruent neural network 对不对 好 那之后呢 从这边开始 他开始讲LSTM的概念 LSTM的概念实际上说 它简单的讲 大家想想看 我们刚刚在在座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去做 架构我们的RN model 实际上是一个simpleRN的model 我们的概念是什么东西 我们用到的是current 跟什么 current input跟previous hidden state OK 那如果我还要再用前面的这些历史资料 可不可以 在刚刚讲的架构 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没有办法用了 对不对 Long short 那个LSTM long short memory的概念是什么东西 它的概念就是说 这LSTM的概念就是说 我不单单是用前面一个previous state 我还用了什么 我还用了更前面的这些information 就像你在分析股票一样 你想想看 你在分析股票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 不单单拿昨天的股票 来预测今天的 今天的那个股票价格 或者你不会只拿今天的股票 那个价格怎么样 去预测明天的部分 对不对 你还会用什么 是否会用 昨天前天 大前天的这些个历史资料 对不对 那问题的本身就在这里 我们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概念 放在RNA里面处理 可以 那如果你用这个方式概念去做的话 那它就像 你开了有一个memory东西在那里 OK 因为我们现在讲过 Hidden Markle 讲那个Markle Process里面 我们都是用Current State 去怎么样 去做判定 对不对 你目前的状况去做判定 下一个你要采取什么行动 做Decision Making 然后你要回到Next State 那Markle Process里面 那我们在那Markle Property 那在那种情况之下的时候 通常它叫什么 叫memoryless 就是没有记忆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你现在用了一段记忆 那这个记忆 这段记忆就像你开了一个window在那里 那问题是这个window开多大 由你自己决定 那这种概念呢 实际上就是Long Shorten Memory概念 当然它试试就变得更复杂 那它试试更复杂的 在音算上来讲的时间就更长 但是实际上呢 效果应该要比较好 OK 那这就是LSTM的基本概念 我们今天可能是不够 没有办法去review 我们以后在另外一个workshop里面 我们再来看特别讲到的演算法 跟它整个操作的部分 好那在这边呢 直接下载刚刚这个data的部分下来 那下载下来以后 就刚刚就给大家看了 这个data进来里面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Names OK 那这个Names部分呢 总共18个英语 18 language在这里 好比说这样好了 我们从这边这个Chinese 我们比较习惯一点 对不对 Ama 对不对 这个像欧阳 我不知道是不是 然后这个白 对不对 姓白嘛 好 那这个 好 这个姓边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你如果仔细看 OK 照到来的时候 我这胡HU 居然没有HU在这里 也是很妙 OK 那后面这里面有些信是实际上 很多很多这个用法并不是台湾的用法 你看这一看就知道不是台湾的用法 OK 这是用万国音标的方式去去处理的 好 那 所以 大概就跟大家先讲一下 你看这边有多少个 268 到268嘛 所以你看有18个language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做Chaining的部分很多 我们随便挑一个French好了 OK 这是French的部分 OK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撇 这边有一撇在这里 所以那些问题 这个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东西 这个部分 那我们知道像 德文里面 它上面会有打两个点的上面 对不对 欧念欲 对像这样 OK 那这个的话你要怎么处理 OK 所以待会我们像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再做一些预处理 Prepossessing的部分 好 Anyway 我们回来 所以你要去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怎么去处理这些一个问题 所以它从最基础 从最low level这个状况 我们来一一处理 好 那我们看看价格怎么做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上面这里 好 我放开 他说included in the data name Data name就是刚刚这个 这个data name是里面 OK 那这个data name里面呢 OK 我们有18 text files 有18个文字档案 那这里面呢就是language.txt 好 那each file contains a bunch of names one name print line OK 所以每一行里面就是一个名字 OK Most romanized Romanized就是指的是 我们基本上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罗马平行的方式处理 那but we still need to convert from Unicode to ASCII 那因为这里面呢 你要我们知道ASCII里面是0到127嘛 你就是一般的这些个character 那你不可能去处理所有像在O上面打两点的东西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 但是我们待会再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 类似像很特别的这些一个字母的部分 那我们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都转成S key 然后我们来处理 好 那这是一个 那we'll end up with a dictionary I will list of names per language OK 我们这边为什么特别花时间讲呢 就是我们要先准备资料 你怎么去准备data 待会要为给你的那个model部分 OK 这是他现在的教你做这件事情 好 那这边呢 他把它弄成Dictionary 那这个Dictionary长什么样 我不知道Dictionary基本上它是每一个都是 key value pair 那他这个Dictionary就是说我现在等于是把刚刚的每一个 language的 text file整个抓出来 那那个language呢 的名称 比如说打个名称是那个什么English 或是Chinese 或者是French 就变成前面的key 那那个里面总共不管里面有多少个名字 就是相对应的value OK 所以他先把它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Dictionary的一个什么 就是整个读进来 就变成这么一个object 在这里 所有的都读进来 好那generic variables category and the line for language name language and name in all cases are used for later extensibility 他的意思就是说 接下来你只要看到那个名称叫category 这个字出现 在他城市里面叫category 这个字出现就代表是language 里面看到里面写一个line 就代表的是什么 是它的一个name 因为基本上在每一个text file里面 它每一行就是一个名字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约定好 在城市里面你看到category 就是language 看到那个什么 line那个字就代表nam 这样我们待会就不会乱 好接下来后面这里 所以他这边接下来这一段东西实际上就在做data preprocessing 在做资料的预处理 那我们看一下他用什么东西 像什么unicode layer 这些东西 好我们现在需要用到的时候 我们再上网查一下 比如说打个比方来讲 这边我们先define 这是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里面只有一行 那因为只有一行 他就干脆把它写在后面 所以就是return glob.glob 括号path 好我们先讲这glob glob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的 实际上它是在处理这些一个我们的档案的路径 the path files path OK 那这个档案的路径 其实我们希望一般的话会用什么OS 对不对 就operating systemOS 但是用这glob 它有它的优点 比如说打个比方来讲 我先用它glob.glob 你直接搜寻 OK 就这个 这个是它的那个python的document 就这个 这就是它的用法 它告诉你return a possible empty list of path names that match path name which must be a string containing a path specifications 那也就是说 接下来呢 实际上说穿我们就是 把它就是固定的一个一个一个我们的一个路径在这里 那这个路径它它名称叫什么东西 那就是这个 data names 后面加一个写线 star.txt 我们知道这个star在这边的用意是wildcard 万用资源 也就是说刚刚我们看到所有那些一个language名称 OK 全部一次就可以怎么样 如果要读 读进来的时候 我就一次全部就全部把它给读进来了 OK好 所以这个find file是什么东西 find file就是 就是这个函数 所以在这边我呼叫它 show 出来给你看 OK 因为我把什么那些pass给它 我把这个设定 说穿我就设定好这个路径在这里了 OK 那这个data name什么东西呢 data name就是这里了 就是它 那待会我要读资料的时候我就从这边读了 好那再来 后面有一个东西叫unicode data 那这边呢 有几个东西我要先讲一下 因为后面要一直常用到 我就免得一直来来回回上架跑 这是蛮辛苦的 这边有个东西叫all letters OK 好 因为这个里面也常常 因为这边有很多 有很多东西蛮那个 要花时间讲的 这边有个东西叫string.esci letters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string 实际上就是呼叫什么东西 后面这个esci letters部分 好那我们直接跑 OK 就在这个python the document 的common string operations里面 就是这个esci letters OK 当你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在做什么 当你呼叫这个string.esci letters 它说the concatenation of the asci lowercase and asci uppercase contains described below OK this value is not locale dependent 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看前面这个 concatenation是串接的意思 它把什么东西两个串接在一起 asci lowercase 我们知道asci code里面 那个里面那些字元的部分 小写的部分 比如像英文字母 abcde到z 那我们知道是97开始 对不对 如果是大写的部分 lauppercase 就是大写的a capital a 它是从65 65开始 对不对 一直到z 那他现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把小写的英文字母 摆前面 大写的英文字母 摆后面 那你想想看 小写大写是不是透过26 letters 对不对 upperbats 对不对 那你26个小写 26个大写 total是多少 串击在一起是变成26x2 是52 52 characters 对不对 for lowercase letters and upcase letters 好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做了一件事情 你读进来了52个 laters ok 好 那读进来以后 再加上 注意哦 这边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empty space 再加上一个period 再加一个comma 再加三个column 再加一个什么single quote 所以 12345 是不是又定义了5个特别的character 其中包括一个空格 加上4个标点符号 那前面是几个 前面是笔记有52个 再加上这边 12345 5个 所以total 现在你的all letters 里面 你定义的all letters 里面total有多少个character 是52加5 总共是57 so 我们we have57 characters ok that's all letters ok 那代表什么东西呢 也就是说我们待会要做转换的时候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他后面用一个名字叫albert ok 那albert里面那个a大写的a ok likealbert 那个a capital a 请问他会位在哪个位置上 刚刚已经说了 26 前面26个是小写的英文字 那是不是第27个就是capital a 好 那我如果要去标capital a 那个字母的时候 那是不是在index 多少 是不是index26 地方 你会有一个one 其他的部分 是不是都是0 这个中音就叫one heart encoding ok 这叫one heart 为什么 我等于弄了57个 57个坐标值的一个向量 ok 一个57个坐标值的向量在那里 那个向量的第27个位置上有个1 其他部分都是0 为什么 因为那个位置刚好对应到大写的a capital a ok吗 好 那同样的 albert 第二个是小写的l 那我是不是l的那个位置上有个1 其他部分都是0 这叫one heart encoding 好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我是不是待会做一件什么事情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一个letter 转成一个vector 或是一个tensor ok 好 那 n letters 那我现在有多少个all letters在这里 是不是57 所以这个整个的 它就像一个字串的东西在这里 total的长度就是57 ok n letters 就等57 好 那接下来 它说 turn a unicode string to plan asci 那我现在unicode 我要把它转成是一个asci 那我要怎么转 那底下这边就秀给你看 那这边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连结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stack overflow里面有这个东西 好 那这个正好秀给大家看一下 那又不知道你就直接跑一下去 那就是这个就是stackoverflow里面 它就在解释这个部分 其实我这个先前的话你搜寻一下 你也可以找得到 这里在讲 这个里面这些概念在做什么 像什么是nfkd 要带我们看到这些东西 这个的话麻烦你带回去看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unicode toasci 这个s 假定你现在传进来 一个s进来 ok 那这样return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一个empty string 这里面空的 注意看 这里面的一个空格都没有 这是完全空的 the join 那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后面我们这边所产出的任何东西 它就一个接着一个接着 接起来 中间不用 没有任何的空格 ok 就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是输出 好那这边有个 c for c in unicode data.normalize 后面括号 if unicode data.category 括号这个东西 not equals 这个东西以后 and c in all laders 这是什么 如果你仔细看到 这个是比较像 那个list comprehension 的东西 但实际上 这不是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小括号 都小括号 所以这一段这些 我们也知道tuple本身没有comprehension 它实际上好几长层次缩短成一行 那这个实际上 它不是一个tuple的comprehension 因为我们没有tuple comprehension 在这里 那它也不是list 如果是list comprehension 这边suppose 这边应该是有一个中括号 到一个中括号 right 但是它不是 那不是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实际上这个写法叫做generator ok 在python里面这个叫generator 意思就是说 它会generate a sequence data 它会产生一个序列资料 ok 好 问题这个序列就要怎么产生 这个 每一次它产生的时候 这个c 只要c满足的底下这个条件 ok 那c等于什么呢 forc in unicode data 打normalize 后面的nfd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 其实 这个如果打下去的时候 就是 秀出来就是刚刚的东西了 好 那我们直接搜寻一下 就是这个unicode data 这个部分 好 点它一下 这个normalize 这个normalize 这个normalize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normalize是什么样一个form 比如return the normal form 就是这个form的部分 你定义它是什么form for the unicode string 这个unic string的部分 那value values for form of nfc nfkc nfd nfkd 所以底下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它就开始解释这些东西 好比说什么时候叫nfc 什么叫nfd ok 好 那这边的话nfkd是什么东西 这边它有explanation 它就有说明 那我们回来讲好了 省点时间我们就看 这边我们要的是nfd的部分 比如说你现在输入进来这个字串 基本上我要把它转成afd的这个格式 那afd在哪里呢 afd在 在这里 ok 它说 for each character actually there are two normal forms normal form c and normal form d 那它这边就讲 normal form d 是什么东西 it's also known as a canonical decomposition and translate each character into its decomposed form ok 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把它给拆解掉 ok 那normal form c呢 that applies a canonical 这个 decomposition thencomposes pre-combined a character again ok 这个实际上把它combine下来 所以这个是decomposed 我们做一个拆解 好 那你现在把它拆解掉了 那拆解掉完以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 if unicode data.character cross c 你现在这个c 这个c实际上就这里面拆解出来 每一个字元拆解出来了 每一个every letter 抓到以后 拆解完以后 如果not equals mn 问题啊 mn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去搜取这个 thecategory 这一部分 那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这里面的上面的 这个category 这里 就这个category 那returns the general category assigned to the character chr as a string ok 那这个在做什么东西呢 它在判定一个就是这个mn的部分 这样好 这样好看不到 我们回来 这样做好了 我干脆把它整个称出来 ok 这边就会称出这个mn的讲什么东西 我记得有一个连 这个 这个 这个mn实际上就是 non-spacing mark ok 你点这个 如果点这个non-spacing mark 就是这个 key mn 它代表non-spacing mark 就是没有 空格 你没有间隔空格的那个mark的部分 好 那也就是说 基本上来讲 如果它不等于这个mn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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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叫什么 这个character的话 那么 我们基本上 然后同时这个c 又在all letters 我们在刚all letters 里面有这五分七个嘛 大小写的英文字母 再加上后面那个五个 五个特别的那个特殊资源嘛 对不对 如果在那个里面 那我做什么事情 我就把它产生 这笔资料 放到我那个里面进去 就直接把它放到我的 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 转换里面进来 好 那接下来 这边就print这个结果出来 那我直接叫呼叫 看一下这个会是什么东西 它之后呢 它会输出这个结果出来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今天可以直接 这边可以执行一下 那边 你们可以从前面执行 那我现在有执行过 我这边就直接show一下 如果你直接执行到这里的时候呢 你们看到这个 输出这个 你们看到这个 输出这个 在哪里 字圆转成一个普通的 一般的s key之间 s 跟a的部分 ok 因为这样 你才有办法做处理 ok 那这个是实际上 我们在 在做运算的时候 整个的过程 那我们在做运算的时候 这边也有些脑子 我们在做运算的时候 还是要它一样 那边 我说 对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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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一直在录 如果没有的话 反正你们后面这一段 待会直接接上去 因为我们时间其实也不太够用 那么anyway我就一直往后讲 那刚刚我们实际上 我不知道刚刚你们停在哪里断掉了 很可能不久之前 所以我们刚刚所有这个地方 在run这些东西 它只有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它要把所有这些unicode 像你看这上面一撇一撇这些东西 经过这些转换的时候 像这个man 我们在整个 你去找的时候 就是这个 non-spacing mark的时候 你就会 第一个 这个就是它定义的东西 那也就是说它只要符合这些条件 刚刚讲的这些条件 最后它这个 你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unicode 这个资源的一个输出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最后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变成一个ascii的东西 那这意思就是这个 然后完成它做一件事 就是你所有的categorical lines 实际上你先前说过 你要变成一个dictionary 对不对 那你all categories部分 是实际上指的是什么东西 所有的这些一个language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先前这一部分 我不知道大家应该 我前面应该有听到这一段吧 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呢 是实际上你52个这个字元 就是你52 26个小写的英文字母 跟26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串接起来变52 然后再加上什么东西 加上后面你这5个特殊的字元 在这种 57嘛 那所以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后面待会都要用 所以后面这里实际上在做的事情 那在在做什么 就是把先前这18个language 里面的东西全部抽出来 所以你看这边这个category lines 这个因为说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dictionary 那我们知道你每一个coverage 就是每一个language 对不对 你8个text files 那你把spar text file 当key抓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他相对来的里面 所有读到的每个line 每个line就是每个name 他是一个一个是把怎么样 把它append进去了 放到什么东西 放到那个相对应的key里面进去了 OK 好 所以最后秀出来的结果的时候 那个output秀出来的结果 这个lang括号all categories OK 好 那如果你做这边的这个输出 我看我这边用不错这个输出 这个地方 好 这边有一个print 这是category lines 那实际上的话就是你抓着Italian 抓出来的时候你show前面五个嘛 这就是最前面的Italian的那个部分 OK 然后它相对应的东西出来 好 那接下来后面这个地方 如果你 我们在做的时候 好 这边的话我就会很快带 好 那leather to index leather to index是什么东西呢 是把这每一个leather 你要对应到一个index number去 好 那现在就有个问题来了 它怎么去对应到这index number OK 好比说这边这个leather j 请问一下这个j如果对应到这个index number的话是多少 那就简单 我们先前看过它总共有多少 是不是有57个在这里 那你有57个在这里的时候代表什么 你这边total这边是57 好 那你这边的57在这里了 那接下来下一步呢 下一步的时候 这个j实际上的大写的j 那代表什么东西 是不是前面有26 suppose前面有26个小写的英文字母东西 之后呢 接下来是不是26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那这个里面秀出来这个1这个位置 这个1.0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什么 接下来那个26个小写的英文字母 完之后是26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这26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从大写的a开始到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就是j 你们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 好 算一遍你就会知道 那这个是我把这边print出来 秀出来它这个j的结果 那后面这个jones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现在就有一个名字叫jones 那这个jones 那如果我要秀他现在我 line 刚刚是什么是letter to tensor letter to tensor 是我是比如像这个 在这个Js实际上在这个jones里面的 第一个letter对不对 那suppose来讲的话 你很简单啊 你只要有这么样的一个东西在这里 实际上这是类似像一个什么 2D的东西在这里 那个2D代表 叫one row fifty seven columns 对不对 所以它是one 所以相当于这个是1 豆点57的东西 可是如果你现在把它转成是一个tensor的时候 那我现在是一个字啊 那你是一个字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五个letters 那这五个letters suppose来讲 你是不要多加一个维度 ok 前面这个5代表什么 就代表你有五个letters 每一个单独的letters里面都是1乘以57的东西 ok 好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 这个什么 如果我现在要秀这个s的部分 或是1的部分 我就会秀出来什么东西 假设讲1的话就很容易看了 1会出现在哪里 是不是A B C D E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有小写1会在这边有一个1.0 有一个是1 其他部分全部都是0 ok吗 好 那这样就说 这样的话 你如果这样懂了 那接下来就是事情就容易处理了 那同样 如果我直接run个alex alex是不是有四个英文字母 4letters 然后呢 每一个letters里面都有 它是一个1x57的一个2D的东西 2D tensor等于在这里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我要代表输入进去的部分 好 那问题是 你怎么去creating这个network 这个network你要怎么产生出来 那这边就要使用这个rn的部分 好 那这个我们知道 iid上次说过就是constructor 那我要传进去就是input size eaten size跟output size 好 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这里 因为这个图它进不来 我修这里 就这个图 所以我现在creating the network 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图长什么样子 这个图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先前一直在讲的 这个图 就是这个图 好 那问题在这里 它长的是什么样子 我这个input就是current input 就是x 这个hidden是previous hidden state 那我是不是这两个要进来 进来以后我在计算的过程里面 用这两个我要去计算我现在的hidden state the current hidden state 对不对 我要把这两个拿来算它嘛 那同样的 那这个算完以后 我是不是这边还要算 算出来就要算 output的部分出去 所以我有一个hidden state 这边直接算完以后 那我下一期待会 是不是还要再回头去算 所以呢 这个相当于就是什么东西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部分 我现在要算这个hidden state 我是不是要这个previous的部分进来 current的部分进来 这两个进来算 那这两个算完的结果 是不是再丢出去 就是这个output 那这边算完这个结果 是不是要为给下一个 那所以呢 这就是top father to 那所以从这里面来看的时候 这是一个computation graph 这就是一个computation graph 在这里 那这里面我就是要计算这些东西 我们说过了 每个computation graph的node 它的节点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一个expression 是一个运算式子 好 所以接下来这里面就在讲这个东西了 那你从一个图论里面的这个概念来看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个运算 这边呢 直接的运算结果出来 那这边hidden size hidden size 这个地方是我里面的部分 好 那我这边叫讲解 我这边画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直接画 大家看好 刚刚比如说刚刚那个字 Alex 或者是任何一个字好了 好 打个比方来讲 就好了 我现在有个名字叫 Alex OK 那我们知道 Alex刚刚的话 我是不是要把它转换成 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出来 OK 那这个Alex这边进来的时候 它总共多少 是否57个 这个A是不是转换成57个 这边你有57 这坐标在这里 OK 那这A一定对应到某个地方有1嘛 其他部分都是0嘛 实际上这个多少 这是第27个位置 因为前面26都是小节字母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我的input 这就是我的前面讲那个x的部分 OK 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喂出去 好 那这个喂出去 会给谁 会给另外中间的这个hidden layer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hidden layer的部分 好 那你说这个部分实际上怎么样呢 是不是要跟它做什么 做全连结 是不是实际上就是Fully Connected 好 如果这边是Fully Connected 那这中间这边是不是有 我的全重值要计算 是不是这两个是要计算的部分 好 那这个地方算完以后 最后这边是不是会有 我的预测值最后要出去 对不对 那这个预测值这边出去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18 languages here 我这边有18 languages 所以我要去判定 我现在输入进来这个名字 是属于哪一种language名字 所以这边最后出去的时候 它也要怎么样 Fully Connected OK 这边要Fully Connected 好 问题在这里了 这是我第一个字进来 请问一下 这个前面有没有东西 这边前面有没有hidden state 没有 我这边没有hidden state在这里 所以呢 没有东西可以未进来 所以我是不是只有这个当下的current input 进来而已 我没有previous hidden state 所以这是一刚开始的状况 好 可是我走到下一个 当我走到这个小写的L的时候 当我走到小写L里面 这是不是一样有57 是不是一样一个57东西在这里 在某一个位置上有1 其他部分都是0 其他部分都是0 好 接下来呢 我这里面是不是一样 有个hidden layer东西在这里 好 我有个hidden layer东西在这里 一样这里面有hidden unit 好 那一样啊 这边是不是要做全连结 所有东西要做全连结 Fully Connected 好 那这边有一个W在这里的话 好那这边是不是也有它的W 有啊 这边也有它的W在这里 好 那一个问题是 后面假定我这边也做一个输出 那这一样这里面有几个 这边是18 这边也是18 Right 那这边是不是要做 Fully Connected 的部分 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会有一个输出 那假定这是我们1 这是2 好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 请问一下 这里到这里怎么过来 这里到这里怎么过来 它会这样过来 注意看哦 我用绿色 它会这样子连结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W H OK 所以当我要计算这里面的HiddenState 当我要开始计算 这里面的HiddenState OK 这里面HiddenState的时候 待会你看到 这边HiddenState它是128 这里面也是128 128个部分 好 这H1 加上就是H2 好 所以我这个H2 怎么算 这个H2就是现在这个L H2的部分 跟前面的这个部分 两个会进来 算H2 所以我这边再出去 得到Y2 同样的 你现在在底下这个E E是不是也有这Input的部分 它是不是也有 它的Layer的部分 同样 这边的CurrentInput进去 这边后前面的这部分 H2的部分要进来 计算这时候的H3 好 一次Lay可以下去 OK 这个就是它基本的架构 所以我们还有多了中间 这一块的运算 那这就是SimpleRN的Case 好 那我们回来 怎么写 这边你看 这边进来 这个前面的部分 讲过了 这是因为它有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Superclass部分 对不对 那这边呢 我们直接第一个 HiddenSize 这边有HiddenSize 围进来在这里 HiddenSize 但是HiddenSize 就在这里 NHidden NHidden在哪里 128 在这里 所以 就是说中间的 它那一层的 那个什么 所有的HiddenState里面 我们在做运算的时候 它就是一层 Newon Network的 HiddenLayer 这就是一层HiddenLayer在这里 这就是一层HiddenLayer在这里 OK 这个HiddenLayer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一直在讲的HiddenState的部分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计算这里面 那也就是说 这个H是什么东西 实际上就做Summation 再来做Summation OK Summation就是那个Linear的Model的部分 算完以后是不是再做Activation才是这后面这边输出的Output的部分 OK 好 那这个东西如果出来了 那就简单了 I2H I2H的部分是什么 是不是去算那个刚刚从前面的HiddenState进来的部分 那I2H在计算过程里面 需不要用到CurrentInput跟PreviousHidden的那个State 要 这两个都要 所以它用一个Combine的意思在这里 所以这Combine的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 在这边它在待会在这里出现 所以这边有个LinearModel 这LinearModel一开始 InputSize InputSize是多少 是57吗 对不对 OneSingle 它是一个Ladder实际上对应到57个 它里面有57个一个值在里面 57吗 那这个HiddenSize是多少 128吗 128吗 对不对 那这两个要计算什么东西 两个要丢进来算它 那后面这边输出这HiddenSize是什么 是输出的部分 Output实际上是HiddenSize 为什么 因为刚刚说了 我这边算完如果算出这个H2 请问这里面有多少个HiddenUnit在这里面 是128 所以这边的Output是不是128 OK OK 好 那问题的本身是 I2O呢 I2O就是Input to Output I2H就是Input to Hidden Layer 或者Hidden State 那这个LinearModel里面 InputSize加HiddenSize还是一样 可是OutputSize是多少 是18 为什么 18Language 你要去判定嘛 18种语言到底是哪一种嘛 哪一个权重值最高 然后我们就说它是谁 对不对 是哪一是哪一种语言嘛 好 那但是这边出去的 Output出去这边有个SoftMax OK 为什么SoftMax 先说过它是Categorical Cross Entropy Categorical Cross Entropy的时候 我们要SoftMax 方式弄成下个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东西在这里 然后就找它最大指出来 好 那这边呢 就用LockSoftMax来做 好 那真正在Run的时候 这Four Publication就在这边算 所以第一个 Combine的Torch 这个Torch.Cat Torch.Cat是什么东西呢 这样好 您自己去查 Cat就是Concatenation的意思 意思就是把这个Input 跟Handy这个两个长度结合起来 这个E呢 就代表什么 代表它速度是一个 E为的东西出去 OK OneD的东西 它是E为阵列的东西 做速度出去 好 那也说说穿的 就是类似叫 两个穿接起来拉平 拉平以后呢 这边直接丢进来 所以I2H Combine 那这个Combine传给谁 是不是传给它 是不是传给它 OK 基本上是Combine 基本上就在传给它 同样的 这边这Combine 也是传给这边 这个 这个什么 不是 传给它 要为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Input的资料 进去 对不对 给它 那这个 这个实际上是InputData 给谁 I2O 所以 I2O 好 那再来 SoftMax Output Soft Output 这个结果 这Output是谁呢 Output是不是 这边 Run出来的结果 这边Run出来的结果 到这边是Output 所以Output再丢到这里来 SoftMax 最后出去 所以这个Output 是什么东西 这Output就是 最后 这边这个Output 就出来的东西 那这边 这个Hidden呢 这个Hidden呢 就是这里 那也就是说 从我们刚刚的图来讲的时候 Output就是这个 Output就是这个 This is Output 然后这个是什么 Hidden的部分就在这里 我确实我留了 这两个部分的 资料留下来 好 那这个就最后 model算出来结果 好 那你如果执行到这里 后面这两个呢 就是show一下 这个A跟Albert的部分 那我这边 稍微帮我跑一下 你看这个A出来的时候 一样 这个A在这个位置上 刚好是27 OK 从这边开始 说算1开始的话 index number是多少 26 OK 好 那这个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输出这个部分 好 那我去判定 它是哪种language 这边哪个圈重值最大 就是show出来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Albert呢 就是刚刚这个case里面 我把Albert 一个拆开来 算 OK 那这边show出来的结果呢 说是6 判定是6 那6是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 其实里面的第七个部分 那第七个file是什么东西 如果从这个念影院才看的时候 就是123456 7好像都把它判定成German还是什么去的 OK 那这个因为每一次判定出来的结果会有点不一样 OK 那你可能跑出来结果有点不一样 好 那这到时候你自己弄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你可以去把它print出来 像我这边就print input.size output.size output output argmax argmax就是看这里面最大的 就是这个里面 它就 这个output出来结果哪个值最大 它这里面最大的值在哪里 在负的2.7789 那是在7的位置上 1234567 这不是这个是下一个 因为它index7 index7所以这个 OK 所以就这个值是最大的 那是等于第八个 那第八个是谁呢 12345678 greek 它把它判成是greek去了 希腊文 OK 在我刚刚这个run里面出来 结果是希腊文的部分 OK 好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架构 好 那这个chaining过程里面 后面这个category from output 那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刚刚跑出来的结果 greek 7嘛 这个7是什么 7在这里 所以它把那个albert 把它判定成是greek 好 对错我们不管 基本上来讲就是 我们现在在run这个case里面 秀出来单独这个case里面的一个判定 它是简单 只有一个字albert 里面去判定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random choice 它后面这边实际上在做什么东西 就是你要去跑 我要去开始抓这里面东西出来训练 chaining 那这个呢 实际上在我们一般派上的课程里面 rand rnt 这是在做什么 就等于是在后面这个范围之内 我去挑一个字出来 那它在做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就在后面这个random training example里面 它跑了两次random choice 这边一次 这边一次 一个是怎么样 去抽 抽一个language出来 我从一个language里面 去抽其中的某一个名字出来 ok 所以the category that's the language line是什么某一个名字吧 那按照这个方式呢 我让它去跑 那待会你会看它抽多少个 它从中抽10万个 10,000 names ok 来做chaining ok 那后面这个部分的话 实际上最后的结果 抓出来这个结果就是我chaining的部分 ok 好那这个地方我有加这边加这个注解 你可以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就知道这每一个代表什么东西 好 实际上前面东西走下来就越来越清楚了 这nll 然后loss 这个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就在做这个lock softmax 你可以直接去搜寻一下 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有看过 那后面这边呢 实际上就是把整个loop 后面这边要run the case 一个一个告诉你 先create input and target answers 这个data 之后 你先做一个zero的initial hidden state 为什么要有一个zero initial hidden state 因为你前面没有吧 你前面一刚开始这边的时候 是不是要为一组previous hidden state 但是一刚开始initial的时候 前面没有 you don't have the initial one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干脆把这里面值全部给它零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plug in进来 就可以算 ok 那所以这边呢一刚开始 你会产生一个全部都是零的一个什么 初始的一个 一个hidden state 那方便你做运算 你就不要再去改程式 那后面这边呢 就是这个read each letter 然后去keep hidden state 这所有的东西 compare final output to target 然后back propagation retain the output and loss 好 那后面这边的话 就设定这个learning rate 实际上这些东西就是上礼拜 我们都讲过的东西了 那一刚开始的时候 你看这边hidden的部分 initial就是init hidden 在init hidden init hidden在哪里 就是这个 它在呼叫这个 那这个是不是里面全部都是填0进去 ecell.hidden size 这个是多少 这是128 hidden size是128 那是一维的东西嘛 那二维的东西 二维的东西里面是一列128行 所以这个2D的东西未进去 里面就是零 好那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丢进去的 那后面同样的这边0 gradient 因为先把规零嘛 所有那个计算gradient的部分先规零 这先前有讲过 好那甚至我们在run的时候就是这个rn 这rn就是先前我们这个model 在run 好那你这个hidden的部分丢进去 就是那些forward里面在run的东西 line tensor的部分 这个你马上查一下 line tensor 实际上line赶紧讲过来 根据这个name有关系嘛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你每一次丢进去念 比如说像我刚刚在那边丢进去 对不起 我刚刚在那边丢进去什么 是alex 那下一个可能丢进去是albert 对不对 再来可能是almo 如果说不知道 每一个名字不一样丢进去 ok 所以这是一个一个的名字 line就是name的部分 那最后里面output 这个output实际上是 所有每一个的输出 比如说alex他就会有4output出来 对不对 那这里面也有4hidden 这个hidden的部分出来 可是我们最后要判定的是 最后那个output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这边呢 这边是criterion 这criterion实际上 就是他前面设定这个 我们记上那个loss function的部分 那后面这边那个loss 完就点backward 就说那个back progression 所以这个也是变得很简单 我们就不需要去管那些gradient 那些东西 他帮我们一次处理完 那这里面做了一件事情 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运算过程里面 这些parameters ok 这个parameters实际上 因为rn本身它是继承的什么东西 继承的那个 它这里面n里面的那个 它上面一层的neural network部分 ok 那个module的部分 所以呢 这个parameters实际上 原来是属于那里面的 它可以做什么东西 它可以add parameters gradients to their values ok multiply by learning lending rate 那为什么要成长lending rate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在计算那个什么呢 他说那个t度下降的时候 gradient descent so lending rate要times什么东西 要times的那个 那个什么 derivative 或者derivative 或者那个gradient部分 所以这个这样的alpha呢 你看 还成了一个负号 为什么是一个负号 因为我们那里面有一个负号 所以gradient descent 有一个 有一个 那个minus部分 好 那这个实际上就在做那些东西 好 那最后这个loss 实际上就在做我们整个的这个运算的过程 好 那这个完以后后面 你看 就是这样 它iteration总共是 10 这个是多少 100k 对不对 那print every 5000 就每5000步的时候 每5000个的时候 就输出一次了 那是每1000个输出 然后做后面画图用了 好 那所以这边真正在跑的时候 做training过程里面的时候 它用到的是这个niter niter niter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它真正抓了多少个sample进来跑 实际上就在这里 你抓了10,000 10,000 samples to for training ok 所以它实际上拿了10万个名字 来做training 好 那选出来10万名字做完training 可能会有重复的部分 那这个算完的东西呢 最后最后这边呢 这边它做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算的过程里面 那它把最后一个 那个每5000个呢 就做一次输出 然后就看一个判定到底答对答错 所以呢 这个打一个叉叉 它在这边就说correct 就一个什么 一个goal嘛 对不对 check 那个什么guess 你猜测的部分跟category相等的话 otherwise else 就打一个叉叉 ok incorrect 那这个时候输出出来正确的结果 所以这里就比如说第一个moto 这个名字 它把它判定成是一个chinese的一个name 对不对 错了 这是一个japanese 是个日本人的名字 那所以这边打了一个叉 那答对的部分的话 后面就没有了 它说这个是korean 对了 这是一个japanese 对了 这是italian 错了 这是spanish 好 那这个在show出来 每5000是出来的一个结果 好 那最后我们画出这个输出结果 你会看到整个turning过程里面 一直这个loss一直下降 ok 好 但是还没有降到我们需要的这个部分 因为还在一点多 好 那后面这边呢 我们就做一件事情做什么 做画confusion matrix 我们先前说过 那你最后要跑出来的结果的时候 最好画confusion matrix 就代表你这个什么 这个是你 这个是你 标准答案嘛 这是你预测的结果嘛 那你看这里面 谁答的最好 谁的performance 最好 是不是 越接近黄色的 是代表越高的 是谁 是不是great 希腊的名字 判定是最准的 ok 好 因为这个中间代表是你答对的 ok 那是不是越深的颜色到蓝色的部分的时候 代表什么 代表是什么 是答错的部分嘛 那这个中间这部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 就代表你答对的部分 那这颜色如果是越偏向蓝色 就代表你答对的越少 百分比越少 好 那这个的话基本上来讲就是我们一般在做判定的部分 好 那后面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我现在输入好像 model产生了 我要输入一个名字进去 比如说 我输入这三个名字进去 那你会发觉到 他这边呢 帮你输出出来 诶 Russian 他判定Russian 是-0.34 那个Tag OK 杰克 是什么 是-1.49 Polish 是-3.66 好 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谁最高 是不是Russian最高 OK 好 他把前面三个做输出 排序 排序 那就是按照这样 Jackson Scottish 他最高的 Russian 然后再来Dutch 然后呢 后面是Satoshi Japanish Japanians 什么名字 对不对 然后面是阿拉伯 什么意大利 什么的 好 那走到这里 大概有初步了解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 我不管你这边是文字 或者任何东西 我是不是先要转成是一个什么 转成一个向量的东西 A Vector 那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 这个就是Time的方向 这个就类似一个Time的方向在这里 时间序列方向 因为我是从这个往这个方向走 那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这就是它的顺序 所以这边开始的时候 我先把它转成 这是我的Input Data 我从一个Ladder 变成一个Vector 对不对 或者叫Tensor 然后你用这个Tensor 我把味道中间的这个Hidden State部分 那实际上它就是一层Hidden Layer 那我这个呢 那讲到Hidden Layer 大家就知道它在做什么 那这边实际上可以输出 也可以不输出 好那按照这个方式 我如果跟下一个State的话 我是不是每一个节点 跟它的节点也要做全链接 所以这边同样的是Fully Connected 所以128到这边也是128-128 那这边的话原来是57 57还是这边过来128 所以我先有两个进来的部分 计算完得到这个时候的Hidden State 那这个Hidden State算完的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只有做Summation的部分 我还没有做Activation OK 好 那这边如果再做Activation的话 是不是就出去了 这边Activation做完出去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Output的部分 好那它这一面所有的结果是在最后一个 比如像这个Alex 这个X如果做完 最后这边做到这个判定 我用这个最后这个判定 用这个最后这个判定 里面的最大值 比如这里面 那Maximum 只要在这个位置上 那看它是哪个language 就是它 那前面的部分我没有用 这边输出都没用 只有用到最后里面的这个最大值 你看一下程式就晓得了 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程式 就是整个运作的方式 原则上我们大概就是这样运作的方式 好那这个架构就像什么东西呢 像我们先前讲过的这个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虽然说我们这中间都有速度出去 可是我们最后只有判定这个 So it's something like many to one We just use the final output OK 然后去identify它到底是哪一个language OK 好 那基本上这就是它的一个架构 那这个地方大概就是这样 那后面这边有个exercise 它建议你 好 那you can do some exercise here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的character 里面这些东西 我现在给你any word 你判定它是哪一个language 第2个 first name 你们判定它是哪一个性别 哪个gender 比如说character 那个什么character name 好 那你可以不去判定是writer page title guard 或者是sub 就是什么reddit 我们知道这reddit 基本上 现在也是类似上 我们现在蛮热门的东西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那get better result的时候 add more linear layers 好 一个问题来了 你怎么去add more linear layer 比如说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刚刚这里 对不起 我们回来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只有放一层嘛 对我们这边 这个实际上这里 this is rn layer ok 这一层是整个的rn layer 那如果我要在这一层跟这个中间 再放一层rn layer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也就是把这边的output出来以后 再加一层 这边也再加一层 那也就是这边的output 变成这里面的input 然后这边算完以后再出去 那问题是怎么加 ok 在pytor需要怎么加 那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那同样的我们现在如果说 回到这里来 ok 我们回到这里来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你可以改成lstm去做 你可以改成gru ok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 那combine multiple of this rn as a higher level of network ok 那像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整个的运算 你要怎么运算 对不起 这边修正一下 那个more linear layer 是实际上是 就是刚刚在那里面 它把它加更多层进去 去计算的hidden的部分 那我刚刚讲那个 加更多的rn layer的部分 是往后再加一层一层 一层加上去 ok 那这个运算 你又要怎么运算 其实程式的本身 我们可以回到程式本身做 当然也有可能 也有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直接 你直接去找别人的程式 就是怎么运算 然后把它来做修改 就可以了 上网这些程式都很多 好 那我们今天的case 就是跟大家介绍 什么是rn 基本上 它为什么要存在的rn 就是因为 其他的演算法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handle 这些个sequence 跟这个time series data 那我们才会用 刚刚讲到的 先前讲到的这个架构 我们来解决问题 ok 好 那所以呢 就我们在这边 我们介绍的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的这个解法 ok 今天还有一个东西 没有时间讲 以后看有没有时间再讲 就是每次我在运算的时候 你上过课 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我会请你计算 这里面到底代定参数有多少 那simple rn 里面可以算得出来 这里面代定参数是多少 ok 那这一部分的话 以后我们看有机会再介绍 如果你能算得出来 ok 你就会知道了 实际上 我们在运作过程里面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代定参数在里面 虽然你会看到说 ok 假认这个名字又抽一张 或者这些sentence 或者这些word 这些word的字很长在这里 但是实际上这里面 我们的 需要做chain的parameters 并没有那么多 ok 因为就是recurrent的概念在里面 好 anyway 我们今天的状况 就先到这里 你们可以回去 看一看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后面的课程里面 这礼拜还有一个课程讲 那个 我们叫做object detection 然后 实际上是去延伸上礼拜的部分 那 我们 这比较进阶的课程 比较进阶的部分 好 那我们看一些pytosh的run 那下礼拜的话 我们又回来这个议题 这时候会从attention跟transformer networks 然后再看NLP NLP的话又回来碰这个部分 ok 然后我们看attention跟transformer 怎么解那些同样的类型的问题 好 好 今天看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时间超过了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那后续我应该会把所有的 这个 我还会再放上去 放到youtube上面去 ok 没有问题 我们就礼拜五见 ok 好